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国五十五年 建国凯旋一路父亲还是稻田的时代 当时的教区主教为了照顾邻近地区的教友信仰生活 委派了顺奥斯定会董凤早神父开堂 经过长期准备 终于在民国五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正式成立了新堂区 定名为旧式主堂 位于现在建国一路271号 也就是当年的圣若瑟修院内 而旧式主堂也因此成为台湾唯一一间修院与堂区在一起的教堂 半年后 董神父调往大寮 本堂神父由王志远神父接任 旧式主堂活动与社会组织日趋成熟 一步步迈向茁壮繁荣的大堂区 董神父与王神父 这两位开堂神父 为旧式主堂贡献许多 其圣民认为国多禄与宝禄 就好像两位圣人为教会的贡献 翻开旧式主堂发黄的资料 这四十年来 有过多少悲欢离合 辛苦与感动 多少丰宫伟业与不朽的历史 在这天主拣选的土地上 每个角落都有着它特别的意义 诉说着教堂的故事 本堂的名字是由第一任主任斯多 董凤枣神父所命名的 是为了纪念罗马圣日王拉特朗大殿 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alato的落成 而拉特朗大殿的原名便是旧式主大殿 因此称为旧式主堂 目前旧式主堂在两位神父 王志伟神父与林一真神父的带领下 日益凡胜 除了主日弥撒 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期等 大理弥撒 也有平日弥撒 敬礼耶稣顺心与民工顺体 我们教堂的团体 有妇女会 成亲 圣友团 主日学与学青 活动则有弥撒后的庆生 平日的探访教友和朝圣等等 教堂里共有三座圣母太像 一座是在活动中心对面 祠堂上的比例是巴诺圣母 另一座即为圣堂内器台边摆放的法蒂玛圣母像 第三座则位于靠近圣洛舍修院 又合入一侧的路德圣母像 而潘水时共击过三次准修改变 加上近日装上的夜灯有了现在的样子 显得既温柔又浪漫 教友们常愿意到巴诺圣母妈妈面前祈祷 走进圣堂里 明亮欢敞的空间 带给人静默的感觉 而生动活泼的彩绘玻璃 又增添了圣堂的丰富性与温暖 这是历年来经过多次颁修而有的现代样貌 最近更是修剪了庭圣的树木 重建了建国路一侧的红色大门 使教堂更显得清爽 另外在圣堂门口增建了五天咖啡座 让教友们无论是弥撒前的行星 弥撒后的休息 心情好或遭遇困苦 或警示路过 都可以随时三五两来到天主面前弹心 去茶喝咖啡聊属灵的是非 现在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这座露天咖啡座有什么感想吧 早安 早安 现在有了咖啡座 你觉得这个咖啡座好吗 很好 可以祈祷 可以休息 可以在这里 希望有很多人到校园 聊聊天 这座露天咖啡座 没了 再来 谢谢 小 Voor 这个教堂就是我们 算不能说第二个家 你看如果说我们的教友 大家如果把教堂当成我们的家 那你就会来关心啊 像我就是第一天 我从那个山上下来 我看到说 这么志工在这边为我们剪树啊 什么这样 我心里好感动哦 我就说 结果那志工 他们真的是为天主在工作 那天主那你会不会说 会不会关心他 一定会关心他啊 就是说你看 如果说我们 一呼一吸 你看我们到那个养老院 那种去看那些病人 我们的一呼一吸 都是天主给我的 所以要不要 就是为他卖面 为他工作感谢他 像那个淑贞跟他说 我好羡慕你哦 你的年纪比我大 啊有 有这个好的身体 对了 所以 我要 天主给我这个好的身体 我要 为主工作 去服务更多的人 这样子 真的是 心中 充满那个感恩啦 啊 你感觉我们的性格 你都在这边 把我们 搓头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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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學一學生 仔細就是學一學生 阿阿以前我們都學一學 你 CAD不再來 她一定要選甚麼 還要最便宜 像教堂,就做天然鸡